浮石和浮海石最早收录于1977版中国要点 样品一就是浮石 样品二就是浮海石 浮石的来源为火山喷发的岩浆 凝固成的多孔形石块 表面为灰白色或者是灰黑色 具有许多细孔 起轻、致硬而脆 断面疏松 常有玻璃样或者捐丝样的光泽 我们来凑近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整体是非常轻泡的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细孔 我们把它掰断给大家看一眼 大家看它非常疏松 我们稍微用力掰断 它整体就松散开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断面 有Gence样的光泽 或者是玻璃样的光泽 因为浮石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是制作玻璃的主要成分 所以它会形成这样断面的形态 样品二就是浮海石 浮海石的来源为恐暴科动物 击突苔虫的干燥骨壳 呈现珊瑚样的不规则块状 大小不等 灰白色或者是灰黄色 表面多凸起的成分叉状 中部胶织如网状 体轻至硬而翠 表面和断面均有很多细小的孔道 我们来凑近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体像一个菜花一样 我们来把它掰断看一下 掰断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内部不是实心的 和它的表面是一样的 都是成分叉状的网状 断面的细孔很明显 因为它整体成菜花状 所以市场上也有人把它叫做浮石花 或者是海花 样品三就是海浮石碎掉以后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 它碎成小块以后 也是成分叉状的 并不是像浮石一样 一块一块整块的 其实浮石和浮海石它的性状差异非常明显 只要告诉大家这个是浮石 这个是海浮石 大家以后都能把它们分出来 但就是因为很多医生并不认识浮石和浮海石 包括有很多视频平台上的科普视频 有很多博主也是把它们给搞混了 把浮石标为了浮海石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拍个视频讲解一下 刚才我们说了浮石的来源为火山喷发的岩浆 所以它是矿物药 而浮海石它是恐暴科动物 及吐苔虫的干燥骨壳 所以说浮海石是动物药 而且它们两个价格也相差了几十倍 浮石很便宜 浮海石比较贵 还有一点是要给大家补充的 海浮石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也听过 其实不管是浮海石还是海浮石 指的都是它 我们的样品二 浮海石这个名字最早收录于1977版的中国药店 海浮石这个名字算是它的别称 是在各地方标准有收录的 而且各地方标准收录的时候 又增加了一个它的来源 这个来源是恐暴科动物流台虫的干燥骨壳 所以现在浮海石有两个来源 一个来源是恐暴科动物击凸台虫的干燥骨壳 一个来源是恐暴科动物流台虫的干燥骨壳 样品四就是恐暴科动物流台虫的干燥骨壳 我们可以把它和样品二对比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流台虫它的干燥骨壳 整体的枝叉要稍微大一些 要粗壮一些 最后呢 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 浮石是不是真的能浮起来 这里有一杯水 我们把浮石丢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浮石都是浮于水面的 那我们的浮海石能不能浮起来呢 我们的浮海石是沉于水的 所以石剑出真枝 今天视频到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下课记得三连 有意思吗 从来 里面 下课记得三连 Relations